然後... 哈囉,大家!我們已經到韓國了! 這次也是我第一次來到韓國玩 非常的期待這邊有什麼好吃的 因為看每個人來韓國就是... 要爆吃一頓 所以這次的影片呢 不意外的話應該是吃爆韓國之旅 那這一次的景點安排呢 我們最近接觸到一個蠻好用的一個APP 叫做Time Pie Go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APP呢 來幫我們記錄韓國的這些規劃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嘛 就怕說有些景點忘了去 或者是行程上手忙腳亂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APP呢 就可以好好的規劃我們的韓國之旅 然後你可以先把你要去景點放進去 它可以跑出路線圖 讓你好好的去走完你的行程 我覺得蠻棒的 而且上面呢 它也可以連接到什麼訂房網啊 或者是你的這個Google的評論 那這次來到韓國呢 我們第一站要去的叫做景福宮 我們現在來到了景福宮 好像是他們之前的韓國皇宮吧 算是他們那種古蹟 然後這邊就是大家來韓國必來的一個景點 這邊就是會很多人住韓服 韓服來這邊拍這種武裝港 我們現在已經買到票了 這邊進去是要門票的 大概是70塊台幣左右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進去看看裡面的這個建築 這邊真的超級冷 其實外面每個人穿著韓服都是包著很容易 最近這一週韓國的氣氛真的超級超級冷 然後我現在看太陽很大 這個都是假的 景福宮是朝鮮王朝於1395年所建的一座王宮 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 過去作為朝鮮王朝的居所而使用 占地面積約58公頃 非常遼闊 而且聽說這裡穿韓服進場是可以不用門票的 裡面景色很輕優也很適合打卡拍照 真的彷彿置身於韓劇當中 只不過當天真的太冷了 連裡面的湖都結冰了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穿韓服這個念頭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蠻推薦穿韓服打卡的 接著我們跟著APP上的行程移動 下一站是在景福宮旁邊的韓屋村 在APP上地圖可以看到清楚的路線與位置 韓屋村是早期貴族所居住的豪宅區 這一帶有著傳統的韓屋建築 像是漂亮的青瓦房、石牆路 同時也散發著濃濃的韓式傳統氣息 哇,蠻漂亮的 後面那個韓屋 就是磚瓦屋 拍照起來應該滿滿的 然後這邊的小店很多 就是很多的飾品店、服飾店 我覺得還滿酷的 有點像是日本的那種南青山的感覺 整體的市景我覺得滿漂亮的 就是高高低低 然後有很多小巷子 像我們剛剛已經有去過這個韓屋村 它這邊就會顯示已經去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明洞 明洞這裡的商圈非常大 也非常好逛 聚集了各大韓系潮流品牌 美妝用品 免稅購物中心 我覺得有點像是台北西門丁 或者是東京澀谷的感覺 也同時擁有許多在地美食 像是街邊有許多小吃攤 雞蛋糕、焗烤龍蝦、香腸魚餅串 石榴池 我們在這邊買了這個 看起來滿好吃的炸起司 然後路邊超多人在吃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根來吃吃看 很脆 好吃耶 它起司超牽絲 它旁邊好像是有點那種 麵粉感 然後中間才是起司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為什麼 它裡面應該是黑糖 超多人在排隊的 然後聞起來超香的 我們來吃吃看 炸糖 是不是在韓國有名 對,有很多就是 像市場的那種都會有買 真的喔 喔 很燙 可以吃什麼的 嗯 好吃耶 它中間有黑糖耶 好像是看到可以冒煙的 超級熱 裡面有臉吃嗎 它還要流過來 我剛剛有去New Area逛了一下 裡面發現了我一直很想要找的公宅 這個呢是釜山限定的公宅 然後它是一個公牛房盒 所以我們等一下把它打開看看 裡面是什麼 喔 超酷的耶 超帥的 它沒有戴 它有它有 它戴毛帽 它戴毛帽 超帥 超喜歡的耶 那整體明洞這邊我覺得蠻好逛的 尤其是我第一次來到這邊 就覺得 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包含了這種街邊的小吃啊 還有很多的韓式餐廳 這蠻推薦大家可以來明洞這邊走一走 這邊比較偏年輕族群 所以我們已經回到洪大站了 因為剛剛在明洞那邊呢 找不到要吃什麼 而且外面非常冷 所以就決定 我們原本在我們的APP行程規劃裡面呢 有儲存了一間腐飯 那間腐飯很有名 而且聽說大家來韓國 是必吃的吧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 因為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所以我們就出發吧 Let's go 然後有人進來 裡面好好問 還是有一個很像石鍋盆飯的感覺 這間韓國腐飯在網路上評價非常高 菜單也有許多選擇 像是鯛魚飯、鰻魚飯、蛤蜊鍋飯等 我們的腐飯來了 然後我們兩個點的都是牛肉肉味 我們兩個都點了招牌的牛排飯 套餐有附小菜、醬料搭配食用 一打開就看到滿滿的蔥花與芝麻 完全看不到飯 旁邊鋪的是超嫩的牛肉塊 整體分量是蠻大的 而且飯吃起來鍋氣非常香 一口飯一口肉超滿足啊 很好吃耶 而且它這個可以自己調配 你喜歡吃的這個比例 它這邊有辣醬啊 然後像這個是 就石鍋拌飯的這種醬 可以夾下去一起拌一拌 就是不同的吃法 我覺得超讚的 然後第一次吃到這個牛排的拌飯 我覺得很難 我們吃飽啦 那這次吃完的這個感受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韓式的這個叫什麼 腐飯 腐飯喔 就是第一次吃我覺得超讚的 那這家店真的聽說蠻有名的 而且它有好幾間分店 大家可以來韓國的時候 試試看我自己是蠻推薦的 它好像平常有時候有些店要排隊 然後我們剛好今天來的時候 是已經有點避開 還那個用餐時間大概7點快8點 嗯 所以其實沒有排到隊 對 所以今天超推 哈囉大家 早安 今天要去一個叫做聖水洞的地方 韓國的地名有超多 都是什麼洞什麼洞 那聽說那邊有非常多的那種 潮流街邊店啊 然後一些我想逛的潮牌在那邊 所以我們今天會過去走一走 對 我就說爸爸 嗨大家我們已經到聖水洞了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這個手機APP 我們裡面有存了幾家想去吃的還有想要逛的店 第一站呢我們要去的是一家祖宗三代的一個馬鈴薯排骨湯 聽說超級好吃 我們走著走著看到街邊一條人籠 這並不是在排遊樂設施 而是我們要吃的馬鈴薯排骨湯 這家店在韓國人氣超級高 我們大約等了半小時左右 這家店是維持最傳統的韓式口味 連店內的裝潢都非常富 目前已經傳到第三代經營 這裡的主餐就只有馬鈴薯排骨鍋可以點 主要有分大中小三種大小 我們兩個人點小鍋份量就非常多 一鍋堆成像山一樣的排骨非常豐盛 旁邊還有小菜與沾醬搭配食用 在爐apanese們分享 göre會移 brass clinicians 平常這個菜 State Night Oります 超級高它的口秘技術 很想看 西方野菜ON 蜿蜂的通常 العから和 海陸 那是韓國的那一吃 我們現在吃完這些 剩下的糖餅可以加飯 變成韓式食物餐 有比排骨好吃 因為那個湯汁很濃 它裡面的味道很夠 很好吃喔 而且它很有焦香味 那下面跟我喝吧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飯 這是精華 我們吃飽了 這間店我自己是還蠻推薦的 它算是感覺是很正統的韓式料理 雖然說骨頭偏多肉偏少 但我很喜歡後面那個 就是把醬汁炒成飯 後面那個是精華 對就是精華都在那個飯裡面 好像可以加麵 如果不是飯的話可以加麵 我覺得是一個很酷的韓式體驗 配件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製造新章 通過百飯 特地飯 廣場 緝水洞 早期為工業發展區 近年改建成了西文清商圈 有許多店家都保留原始的工業感 有咖啡廳、精品店、懸購店等 不管是吃的還是逛的都非常豐富 而且多了一種高質感的文青峰 也聽說是韓國年輕人票選最喜歡的商圈 現在呢我們進來了韓國很有名的牌子 叫做Ether Arrow 進到裡面之後呢 可以看到後面這邊超級誇張 它的那個布景啊 用的超級誇張 有這個很像太空船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雷達 我們出來了 這間店我真的有一點嚇到 它裡面的裝潢呢 真的是想得到想不到的都有 裡面怎麼會有一個睡尺 超誇張 而且它裡面真的佈置的跟就是太空艙一樣 裡面有蠻多的單品 而且它裡面的自己設計的東西也蠻多的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店 大家可以來逛逛 接著我們回到了飯店旁的宏大商圈 今天是禮拜五晚上 街上人潮非常熱鬧 晚餐我們來吃當地有名的春川辣炒雞 也是不少藝人電視都有來採訪過 一開始店員會製作迷你的韭菜煎餅當開胃菜 我們點的是起司鍋辣炒雞排 鐵板上鋪滿了蔬菜與雞肉塊 夾起鮮嫩的辣炒雞在餐上鬆軟的起司 絕對是超級罪惡的美味組合 很好吃耶 然後旁邊有兩種起司 這邊裡面還有點膏耶 快一快的都是雞肉 好嫩喔 超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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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樣可以請店員炒飯 將飯壓在鐵板上吸飽湯汁 絕對是這一餐最豐盛的結尾 這個超嫩過飯飯的耶 跟鐵板接觸的那種有交響感 好吃耶 宏大是因為臨近宏藝大學為名 這裡的商圈大多以大學生為主 所以也較有街頭年輕感 在路上可以看見街頭表演 店家也非常多元好逛 像是年輕的韓國服飾 潮牌這裡都有 又加上這裡交通方便機能好 所以這次我們才選擇住在宏大 OK我們回到飯店了 外面真的超級冷 越晚就越冷 那今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也非常的熱鬧 跟我們幾天前走的路呢 完全長不一樣 還有很多的街邊小吃 就會擺出來 我覺得超級超級有那種台灣 那種夜市的感覺 如果要來宏大商圈的話 不妨可以五六日來 因為你可以逛的更晚 更多元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麼這兩天呢 我們使用的TaiPaiGo這個App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實用 我們很完整的走到 我們應該要去的這些景點 然後它可以很完整的 歸納出你要走的路線 而且呢 它上面的這些景點跟餐廳呢 都會有一些Google的一些評論 跟連結 甚至所有的店家的開店的時間 我覺得 就是你可以很完整的在這個App 就可以看到所有 其實這個App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可以跟你的朋友 共享同一個旅程 你可以各自編輯這個App裡面的這個行程 兩個人一起討論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 你也可以在App裡面看到別人的行程 因為有很多的人在上面呢 會分享自己去各個國家旅遊的這些行程 像我們這次來到韓國呢 也會把我們的行程 放在這個App上面 然後你可以參考我們的行程 來安排你們的旅程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點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照著別人的行程走 我覺得是超級超級讚的一個功能 然後我真的覺得這個App的那個介面 也非常的簡便 很推薦大家 可以下載來看看 那麼這一集影片呢 就要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接著我們還會去韓國不同的地方 逛街 跟吃美食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要持續追蹤我們的頻道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 You're beautiful, you're amazing You're everything you need You're beautiful, you're amazing You're everything you need You're beautiful, you're amazing You're everything you need You're beautiful, you're amazing You're everything you need